当然啦,一百折三丑 更何况大家喜欢的是No Makeup Makeup 如果皮肤没有瞎扯 那你的妆容看起来更加自然 美白很重要 因为对我来说 我很想要有白皙透亮的肌肤 那上镜就会比较好看 而且现在我们很喜欢自拍嘛 自拍的时候就不需要用什么Beauty App 啊、修图的那些文字容 我是有听说可以进行医美 但是我又很害怕会有副作用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多摄取维生素C 比如说喝牛橙汁啊或者是柠檬水 还有就是要做防晒的工作 我一般都会做MASLO 因为使用美白产品 皮肤都会比较干燥 我特别怕皮肤干燥 所以我全都做MASLO 那导致色斑形成呢有三大因素 年龄啊、紫外线啊、还有生活环境 我会选择使用一些针对性的美容产品 我会选择使用一些针对性的美容产品 要不然呢我觉得一定要去询问专业的美容师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使用针对性的美白产品 至于我的客户呢我都会选用Coxylam 帮他们进行遮瑕 但是如果他们不需要的话肯定是最好了 这两种方法都不错 可是我这里有更好的办案 你们有听过Coxy Acid吗? Coxy Acid是来自Coxy Coxy是白米发酵过程中要得到的一种成分 那这成分也用于制造热的米索和食品 所以它是非常温和和安全使用的成分 可是Coxy Acid对美白产品有什么作用? Coxy Acid含有高效的美白作用 它可以抑制色素的形成 淡化深层色斑 以达到美白的效果 哇 听起来很不错哦 那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Coxy Acid呢? 那在Coxy Infinity Advanced White系列中 就可以找到Coxy Acid这个成分 那它可以有效忌退深层色素 然后还可以帮助肌肤达到提亮的效果 认识其训练的效果